在不少歐美國家已經有許多公司在事辦週休三日 日前英國就執行一項耗時半年的實驗 這個實驗找來了61間不同領域的公司 總共2900名員工 從2022年6月起維持半年的週休三日上班模式 這段時間薪水也不變 研究結果發現週休三日對員工們來說 可以獲得足夠的睡眠時間 而且改善焦慮問題 甚至還多了進休陪伴家人的時間 週休三日不只有利員工健康公司也受益 因為員工請病假的天數大幅降低 離職流動率也降低 公司平均收入還成長約1% 尤其是如果你看到那些國家的最短的工作星期 他們也肯定是最開心的 還有最高的時間 如果你看到德國和德國 有大概九成的受試員工表示 更喜歡週休三日的工作節奏 有15%的人堅持要繼續週休三日 就算薪水變多 也不想要回到週休二日的生活 雖然試驗得到了正面結果 但英國還是有76%的人反對週休三日 有些人則表示 對大公司來說 要轉型成週休三日更為困難 另外德國四月最新的調查結果顯示 全國有一半的人反對每週只上四天班 而且是否支持週休三日 也與人民支持的政黨有關 像是綠黨的支持者 最為支持一週工作四天 有69%的人支持 29%的人反對 相對的德國總理肖茲所領導的 德國社會民主黨支持者 就只有43%的人支持週休三日 53%的人則是持反對意見 環宇新聞張宇峻綜合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